川普重返白宫象征保护主义在一起 让台湾厂商无论是在北美或者是泛欧的投资脚步都不能停歇 而说到了海外的布局 很多企业第一个担心的就是文化的差异 还有利基点是否能够稳固 但宁直奇国内PC品牌大厂宏基 位在瑞士卢加诺的欧洲总部 成立12年首度向台湾媒体敞开大门 远方的山景云雾缭绕 到处都是翠绿色的树木充满了休闲的氛围 这里是瑞士的观光小镇卢加诺 但这里不只是有观光 竟然还藏身着台湾PC品牌厂的泛欧营运总部 位在瑞士最南部 仅邻意大利的湖畔老城卢加诺 有浓浓的地中海风情 同时也是瑞士第三大金融中心 小而美却也是世界级 对于在欧洲已经有12.5%失战率 且仍在持续扩展的宏迹来说 绝对是欧洲最佳基地 产品的研发设计放在台湾 英雅总部则共为47个国家 提供行销与售后服务等支援 我们从特朗普通的电脑工程中 是TravelMade brand 我们在这次购买的大量的资源 在米兰之后 它非常主要 非常均匀 包括货币 政治的困境 经济的困境 贡献的困境 所以你从来自从亚洲的均匀 看上的不止这些 欧洲重视供应链与永续发展 品牌想要抢市站 除了全力布局环保运输 并在产品中使用回收材料 瑞士拥有充足的水力发电 更是强烈的吸引力 鲁江的总部 就是100%使用绿电 建造时更特别设计为绿建筑 侧边面板能自动调节气流温度 减少冷暖气的电力需求 此外德国与西班牙工厂 也都透过太阳能板发电 朝2035年前 全集团使用100%再生电力 更进一步 在欧洲特别是瑞士 很讲求绿能以及环保 所以说在这一栋大楼里头可以发现 就连这一种装饰板 其实都会尽量减少使用塑胶 而是采用像是纸板等等 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材质 而在我所在的大厅里头 也可以发现 现在这里很明亮 但是没有开任何一盏灯 所有的光源都是来自于 天花板透明玻璃这样的一个设计 而且呢 刚才提到的外墙是冬暖夏凉 而再往后看 这里也可以看到 欧洲市场 现在e-scooter这个电动滑板车很流行 他们也鼓励员工可以拿来当作 通勤的工具 其实目前非PC业务 已经占宏基总营收的近28% 总额也是年对年翻倍成长 在泛欧的电斧车功不可没 另外一头还有欧洲旗下 小金虎Infinitech维修业务 会与ID产品第二次生命 且目前三分之二的营收 都是来自维修宏基以外的产品 当然也包含电动自行与滑板车 更加深客户对于品牌的信赖感 In our Infinitech organization we were already repairing e-bikes even for other brands so we use a combination to grow fast and I think now every year we have double digit growth in this market it's new but it's already competitive so we need to innovate we need to differentiate ourselves and we need to be competitive 全这些我们再次用到Acer的功能 在电脑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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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I上传统上 站在AI的风口上 高单价的欧洲成熟市场 也是AIPC的重要风向球 虽然今年泛欧区的PC市场 因为高东棚以乌克兰冲突 预估呈现持平至衰退4% 但也已是最坚困谷底 预计2025年出货量将会呈现持平 甚至成长5% 且鸿基的表现会优于业界平均值 更认为AIPC将持续大幅成长 2027年前 渗透率将会达到6到7成 不过现阶段市场仍需要被教育 也因此在行销层面 海外的设点布局更有其重要性 在台北的办公室 我会比较安静 就是大家会比较严肃 那下午茶的时间会很happy 可是平常会比较安静 在尾巴上做自己的事 可是这边的话同事会 比如说一起约续楼下喝一杯咖啡 或是午餐的时候 大家会一起用餐 就像是一个小型联合国 卢加诺总部的员工 来自20多个不同的国家 多元文化的融合 对鸿基来说 已经是驾行就熟 范欧总经理也笑说 欧美市场并没有比亚太复杂 对于文化的多样性 不许害怕 随着美选落幕 川普当选 去全球化路线成为定局 台场不可避免的海外投资 更因化挑战为奇迹 维持本业在产业中的地位 同时还要发展新的事业引擎 这个是公司想要长久发展的必然策略 或许也是这一波台场 前进欧洲的风潮当中 可以参考的方针之一 以上记者 祝散方绍晨 在瑞士卢加诺的采访报道